主料,绿豆芽400克,金针菇100克,苦料,苦瓜,青椒,蒜3半,姜1块,洋葱,红椒,盐,香油,白醋3茶匙,苦椒,制作时间10-20分钟,准备好绿豆芽,金针菇,姜,蒜,洋葱,苦瓜,青红椒,准备好白醋,香油,胡椒等调味品,苦瓜取一小节, 从圆周四分之三处切盘,涛空花羊,洗净,切薄片,入开水中抄一下,抽好的苦瓜捞起过凉水,把放在盘子周围,金针菇切去根部,洗净,入开水抄一下,30秒即可, 抄好的金针菇挂凉水,沥干水分,摆在盘中,绿豆芽沾进根部,洗净备用,将绿豆芽入开水中抄一下,稍软即可,青红椒,洋葱切细粒,将蒜切末备用,将蒜末用白醋调制,位置中加适量食盐,胡椒,将青红椒,洋葱粒倒入位置中,调匀,超好的绿豆芽放在金针菇上, 将脚尾去淋在绿豆芽上,淋上几滴香油,吃尺拌匀,烹溅技巧,一,使用豆芽采适当加些醋,才能保存水分及维生素C,口感才好,二,绿豆芽纤维酵粗,不亦消化,击味虚寒之人,不宜多食,三,减针菇性寒,又疲惚虚寒,慢性腹泻的人,应少吃,四,有关节炎,同斑狼疮的患者, 要甚至金针菇,以免加重病情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